今天我们跟观众主料 整理的一个主题 今天我们相信 这个这个苹果的相对的报告 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提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所谓的地表 这个最有影响力的分析师 大家都知道有所谓的 这个天风国际 有一个郭大分析师 那其实基本上 他的那个内部讯息 跟各方面事后的印证 的确有他的一定的准确度 所以他昨天 你看下午刚昨天一发布 这个在他的官网 他的那个WeChat一发布的时候 哇好多人就赶快看到了 就成为一个很重要讨论的主题 他讲的是什么呢 他直接讲的很简单 他就讲的是说 Apple Car 苹果的电动车 未来呢 按照他们掌握的 他们觉得他用我相信 我们相信 他就说基本上定调说 苹果人家还没讲 他已经先发布说 苹果将与现代跟GM 就是通用汽车 来做相关的合作 然后鸿海的部分呢 他直接就是可以算是打了一巴掌 说认为鸿海这个这段时间 所在MIH 那他的旗下相关的这个电动车的 这种种的 这个EV平台啦等等 对他们来讲 他都觉得可能言之过早 他觉得恐怕 他们觉得不是那么的乐观 那基本上他觉得能见度会真正接到订单 接到Apple Car 相关订单的 也只有他底下一档在香港挂牌的这个红藤精密 那红藤精密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股价也蛮实在 股价也很辛苦的 那在这个红藤精密 他以前 他之前 他是协助 有些部分的订单 加上有些时候在香港挂牌的原因在于说 他有些时候会去承担相关的 非苹果阵营 就非苹果阵营相关的一些订单 那么这一次天蓬国际点名点到 就红藤精密 我想他们也不会完全的空穴来风 那应该有些相关的讯息 那提供给我们投资人参考 那这一则讯息要告诉大家什么 前段时间 大家疯狂的追捧的 比如说你看像是红海了 红准了 网宇以胜 黑歪或者是熔炭 你看 这波段被他这么一天报告 今天一定是会有相对的 一定的这个压力战 所以我觉得投资人 就是说我们不用去跟这个什么 这个 他们是会看到这片 大家通通都看到 所以今天这个三大法人 他会是怎么做这些决定 这就值得我们投资人做一些观察了 那我觉得投资人 就是说我们也当然也不用跟着这种 杀滴 砍滴怎么样的 但是在要不要报股过年的部分 大家可以直接评估一下 因为有不少我们国内的 投资界的人物或者是分析师 其实大家也挺看好 包括像是红海这两个股的股价 因为他底下最主要 他有一些相关的布局 他就算今天没有接苹果 但是他有提过 他不只是要 接苹果订单 他是未来希望说要做相关电动车的 相关的这个电动车的 比如说他做安卓系统 相当于手机的安卓系统 那他未来不完全只有苹果订单 那更何况现在是不是光天锋国际的 郭分析师他觉得不会就一定不会 这个不知道的 所以也提供给我们投资人做参考 那现在大家对红海 都有一定的所谓的这档个股 有一些这个目标价 那前一段时间也提了什么130 150的 那是不是会这样子不知道 但是他现在110几块 这个今天还会有一些上下起伏 那我觉得投资人可以跟着 来做一些评估 来做一些观看 那还有呢 像是下一张我们看一下 就有了前面的这个 这个 这个所谓的重量级的这种苹果研究报告之外 那很多人来看 那是不是红海的MIH就通融都不行呢 这段时间我们已经跟大家都有报告过 其实他的确 红海呢 以及他旗下底下的这些电动车的概念股 前一段时间非常非常标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这段时间 外资并不是没有做调节 头进不是没有做调节 那但是你知道这段时间果然上次 这一两天又传出 我们已经跟大家投资人报告过的 你看像是比亚迪 有可能要被这个特斯拉入股 一下入股就将近两成以上兆的资金 来投资台幂了 来投资这个比亚迪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之前我们昨天有跟大家有做一些简单报告 比亚迪他在中国大陆 还有他的一定的市占率也占了大概18% 19%左右 是不错的 那你想想看他有他的一定的电动车市占率 再加上大家都知道比亚迪一个专长就是电池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如果比特特斯拉他真的有所谓要去入股 比亚迪的时候 人家也都是做了长年多年的一个报告 而且他们两边以前也并不是那么合 但是有一个特点 也就是比亚迪他根本大家都会知道 其实比亚迪他跟鸿海基本上算是世仇 他的这个Leader王传福 其实跟我们台湾这个郭总 他们之间郭台铭郭总之间 其实他们很多年关系非常的不愉快 甚至在商场上之间的不论竞争也好 互相的这个呛吓也好 这个都是互告啊 或者压的挖底下的人 这都是常年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你看特斯拉 他不他大家从来没有看过 特斯拉想去找鸿海 对不对 你有没有注意到 然后还有呢 基本上你看他就谁不找 他跑去找比亚迪 比亚迪大家都知道跟鸿海关系很不好 那你看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看他不仅来台固装固和这个合硕啦 广达啦尤达等等 你看他还特地去找 在中国大陆还布装了一个谁 就是去找比亚迪 那不晓得这个消息 对或错或是真的或假 现在的确还在查过程当中 那信息已经传出来了 你就会知道说 哇那个特斯拉跟鸿海之间 那个未来哈你看他们的关系 以及他们的相关布局 就可以闻得到那个味道 那所以我觉得投资我们可以 慎思民并啊 大家 仔细去消化吸收这些信息啊 你看盘前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 哇那个外有这个平 这个大陆的这位天风国际 这位所谓的重量级的苹果研究报告出来 那内啊这个也不是内了 就是那前两天已经也同步 又有特斯拉 要急可能打算要入股比亚迪 这种讯息啊 你就会知道说哇 那那个苹果的那个鸿海 这档这个集团旗下的这个电动车的这几档 中小型的这些个股啊 电动车个股前段时间标不得很厉害的 那大家就心里有谱了 那你可以看得到哦 像是那个MIH的这个平台 他是不是这么完全不行呢 我觉得不完全是如此啊 我们觉得我们的投资 还是一定要持续思考 更何况我们国内这些 你前段时间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不经常 去报的这些股票 你不完全完全这样否定他 你看哦 他抬出来是我们这段时间 已经不断跟大家报告过的 他的这个应解的设施 跟他的执行长找的是谁 是这个郑检聪 他也是非常有资历的 那华人的这个汽车的世界里面 非常有名 更何况他也是未来汽车 当时也是共同创办人跟李卫 共同挂名 那他在这个软件的部分 他找了是跟贾伯斯一起合作过 iOS的非常强棒的这个卫国章 也大如其下 所以鸿海也不是吃素的 在他顶下 他这方面的方方面的准备 他也不会这个 随便的跟投资人做这相关的报告 而且他相关讯息你可以看 像他官网有些部分 他会释出一些相关讯息 你可以看得到 包括说他到时候会希望 在这个比如说他的快充 大家关心电池 那很多人质疑鸿海 目前在电池这个方面是他最弱 那所以你看比亚的消息一出来 他赶快就讲说 他的电池也有一定的这个模组规格 他的电池模组是153AF 那还有呢 他的续航力有360km 那时速也很快 至少150公里以内慢充 5个小时可以充 这是有比较久 但是快充48分钟 虽然也比较慢一点 但是基本上也有他的一定的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给投资人做一些参考 那我们赶紧看一下 我们剩一两分钟快速的来跟大家报告 那他在宏华先进的官网开张 也提供号称对外 他有什么样的balance工作呢 比如说他说他的产品计划 造型设计跟工程试做生产跟测试验证等等 现在传传闻他也准备了不少度不少的功课 那也传出说他马上就要把他的这个车子可以 这个他重要的那个车子要打造出来 行你可以看得到那个行 他那个底盘底板等等 他外面到时候可以符合各家电动车的这个相关的模组 那我觉得这都是这毕竟我们国内的厂商 那我觉得花了不少功夫去做相关的 这个运作运行 那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 国内厂商也可以吃得到MIH 可以吃得到电动车大饼 那最后赶快我们来看一下 那特斯巴前面我们提到这个 这个入股比亚迪的部分 这里面其实各位投资人 我们觉得还是要仔细听清楚了 他这个消息目前的确是在传闻当中 那比亚迪的这位董事长王传福 我们刚刚已经有讲过 他们跟这个红海之间的对价关系 那我们要比较一下 他这种强强联手 其实震撼会有多大 那目前为止 比如说他假设这个事情会成真的话 那他的产业地位会一下拉升 你看特斯拉毕竟全球最大 而比亚迪已经是全球第三大 他在中国大陆也是大概排名第二左右 这个部分是这个强强联手 入股的方式那像特斯拉传大概小于现金 那特斯拉股权各办的一个方式 这都是传闻 那他要取得比亚迪大概两成的股权 那当然我们刚提到 大家会花台币大概一兆左右 来做一些收购 那么比亚迪过去 他毕竟大家都知道是红海的禁迪 所以彼此之间的正面交锋 这一战又开始可能会开打了 那么近期他的一个动态 那比亚迪他其实有跟丰田也有合资 成立了电动车的研发公司 那也增资了港币有300亿 那么他旗下半导体公司有的人提 他们跟华为之间 其实有相当紧密的关系 那么到时候他会不会旗下 也有半导体公司开始陆续做上市的辅导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打入高阶的电动车品牌 所以大致上这些内容是我们跟投资人 我们做一些简要的报告